您把我們的Active Plane打開之後呢 現在我們就來試看看 那這裡呢有幾種做法 一種就是說我直接就開始錄了 就直接我準備打開我就準備錄 另外一種方式 老師因為平常都比較常講什麼 PowerPoint對不對 你如果說你要自己錄製教材的時候 可不可以先把PowerPoint叫進來 自己錄聲音就好了 其實我們現在新的Office也有類似的功能 只是Office錄影要剪接不方便 沒錯吧他可以錄啊 但是你真的要做後續那些剪接相對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 先試看看直接錄影好不好 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好那這個時候呢他就問你一件事情 你的所謂的工程就是專案的名稱 OK 那麼您選擇一下我們的專案要放的位置 那麼建議老師您就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會好一點 就看你要放在哪一個資料夾 存檔 好我就 你先打專案名稱他檔你就會自動跟專案名稱一樣 那第二個呢您看 他這邊有好幾種錄製的方式 原則上我們就是以第一個為主 就全都錄的 好就全都錄的就可以了 那他所謂的智能補貨 就是我剛剪報裡面的影像視頻 就是用拍照的 有沒有用拍照的 然後呢 如果你是上面這一個 他就是如果你脫曳的時候會自動轉換成錄影 或者播影片的時候會自動轉換成錄影 所以哪一個都沒關係 但是原則上我們就先用全都錄就可以了 那按下確定喔 好這時候他就問你 預設是錄全螢幕有沒有 當然老師如果有需要的話 比如說我只錄某一個軟體 他這邊也可以喔 右手邊這裡 如果你想要只錄其中這一段有沒有 那這樣也是OK喔 比如說你看我們進到這邊來 你進到這邊之後 我們進到我們的教材裡面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錄的範圍這樣也可以 那我先錄一部分就好 一部分這樣 好 那如果呢 您要有聲音記得先確認一下 這也是有音量 所以自己要先稍微講話一下 看那個音量大小 因為我比較擔心各位 現在用那個麥克風的 有的音量會很小聲 有的音量會很小聲 所以這個您稍微留一下 那可以從這邊調整 就是那個什麼 你要錄音的那個大小聲 錄音的大小聲 好假設我用這樣我就錄下去囉 錄下去了 有沒有倒數有沒有看到停止的快速鍵 有齁 Ctrl加end 但是呢其實如果您不知道的話也沒關係 你看我們下面這邊有沒有一個這個圖 這個 這個圖 如果說您我已經畫面要停止了 或者暫停 你點它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跑出來了 所以沒有用快速鍵一樣可以用 只是看起來沒那麼專業而已 這樣沒錯 因為你會被人家看到嘛 所以就看您要不要用它 那麼我們如果這樣直接錄影 你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對不對 所以我們當然要分享一些東西啦 來看一下 我們往下看一下 看這個老師有沒有好的螢幕的畫 你不覺得我一直在上面畫來畫去 又放大又縮小嗎 看起來我的筆也蠻好用的啊 對啊 所以我特別寫了一篇文章 因為我很多地方都會被別人問到這個問題 老師你用哪一支筆為什麼我沒用過 那所以呢您看齁 我在新的分頁把它打開 這裡我有介紹蠻多個的 介紹蠻多個的 你往下走 我總共介紹的應該六七組吧 我平常在用比較常用的是這一個 叫做尊硬的 但是呢 它的好處是完全隱形 所以它是隱身高手 因為完全不打擾你 對不對 你需要的時候就直接叫它出來 那麼 因為有些老師並不喜歡 就是要記快速鍵 所以呢 我就要再搭配其他幾個 其他幾個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一下 假設我錄影我就先到這邊 我先挺一下可以嗎 因為錄影本來就可以喘口氣喝口水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還沒有準備好 我先把它停止 沒關係 好 您看一下囉 你會發現你熟悉的畫面就出來 有沒有覺得你熟悉的畫面出來 左邊有點熟悉吧 這樣不熟悉我再增加 你再跟我講不熟悉我就很難過了 像不像PowerPoint 像對不對 好 好 但是呢我們現在有個小缺點 因為我們現在螢幕是不是稍微比較小一點 你看我們剛剛錄影的內容 其實我已經說到一定的範圍 可是這樣是不是還是不好看 所以第一個動作 麻煩您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百分之百 右手邊有個叫自動縮放 你把它按一下 這裡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自動縮進來了 所以當我螢幕大一點的時候 有沒有跟著自動縮放 這樣會比較符合就是我們一般的編輯 一般的編輯 那我們剛剛錄下來的這個內容 就在裡面了 就在裡面 所以您也可以直接播看看 有喔 對 控制加按鈕 但是呢其實如果您不知道的話也沒關係 你看我們下面這邊 這樣OK吧 你看這是很快 對不對 那比如說像剛剛 我先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它裡面的這個使用方式 你看如果前面這一段 空了兩秒鐘對不對 這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我就會把這兩秒鐘把它怎麼樣 剪斷 是不是就好了 對不對 那麼我剛剛故意講兩個主題 我剛剛沒有講兩個主題 一個先介紹這個 然後後來又介紹到那個 這個啊 我們的那個工具啊 對不對 所以啊糟糕我剛剛多錄了 要怎麼 怎麼可以那麼浪費 你都說了耶 不要浪費 來這裡 有沒有一個切割 換成 你看我來這邊切割一下 不是這個 抱歉 它在後面 我要往後捲一點 這裡有沒有分割 我們看一下 我再確認一下我那個 好到這裡 我就分割 有沒有發現變成兩個投影片 所以如果萬一 我這個主題講完了 這個沒有停 我可以這樣分割開來 然後呢我就可以把 欸 Paul 你不是會這一招嗎 有沒有 你在這邊就可以 這是第二個 你就可以加入你的文字 這邊 在右 這裡 好看 形狀 在主題 注釋 看到了文字的 這邊是不是又可以加入自己的文字 所以有沒有發現用PowerPoint剪輯 大家應該接受度比較高一點 可以 可以 那就給大家先自己錄看看 好不好 還記得怎麼錄嗎 開一個新的 來看一下 這裡 對沒關係 來關掉 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 直接用先用一個新的 等一下我們再做另外一個方式 把PowerPoint叫進來之後再來做 也可以嘛對不對 對沒有人規定說我一定要先錄影再做 所以點了這個 先給他一個專案的名稱 還有你要放在哪裡 那好了之後呢 就準備了 就看你要錄的畫面多少 預設是全螢幕 你可以選擇先錄小一點 當然你要編輯會比較方便 好來 還給你